可亲可爱的赵老师温总以及ladies and乡亲的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叫李美玉来自hello江省隋化市 从小生长在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中 因此一家人都很丑爱我 时光飞逝岁月人眼 五个多月的学员班学习生活已经落下帷幕 回首这次红宇第九届青少年道德培训班的学习生活 每个人都在不断的进步 下面就说说我的过去现在之未来 请大家竖起小脑瓜 拍起你们的小手 认真倾听 不要错过每一句话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说起过去 我是一个非常倔强 而又非常好面子的女孩 当然也很忤逆 记得从上初中之后 我就开始不听话 因为那个时候的年龄 恰好是十三四岁 青春期的猛动也是叛逆时期的开始 每天只会无理取道 乱发脾气 从来不去主动关心父母 甚至连说几句慰问的话都没有 根本做不到弟子规所讲到的 沉则醒 婚则定 几乎和爸爸妈妈说一句话 都没有好语气 与父母顶嘴 最严重的是 我还与爷爷奶奶顶撞 这是大不孝啊 爸爸妈妈把最好的衣食住行给予我 可我不知珍惜 不知感恩 却只知道一味的索取与享受 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在这里 向我的父母周亲 家亲倦属 忏悔 对不起我错了 赵老师讲过 知恩 感恩 报恩 是做人的良知 可我呢 都不配人字的一撇一纳 当然我也得了相应的果报 腿上长满小包包 严重时连走路都困难 说几学校 自从上小学到初中 共转了三次学 每次转学的方式 都是用人际关系和金钱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我 在学校里奢侈浪费 虚度光阴 寻欢作乐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因此人缘特别好 而感召一些所谓的 最佳损友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那些年轻的男孩女孩们 有着重重的社会习气 慢慢我们开始堕落 懵懵懂懂的我 答应了一个男同学的追求 所谓的初恋开始了 有一就有二 节奏根本停不下来 傻傻的我 曾为男朋友自残 在手上用刀片刻他的名字 的英文字母 自知力差的 我在一年左右被改变的 面目全非 开始了对黄色的好奇与向往 手淫一淫的生活 向我挥手 时常记忆力 减退 昏昏沉沉 直到现在与九人早恋 还好没有触摸道德底线 赵老师所讲过 要学会段落人生 什么样的年龄 该做什么样的事 学生时代就应该以学习为主 不要过早涉及情感 作为女孩最基本要学会自尊自爱 当你不自爱时 人就失去了价值 自爱包括爱护 爱戴爱惜 不自爱怎能获得别人的爱戴与爱户呢 一个女孩的资本不是美貌与青春 而是有良好的教养与修养 奉劝像我一样虚荣的女孩们 不要再以丑为美 以恶为乐了 清醒清醒吧 在我初三时也就是在我无药可救的时候 经别人介绍给妈妈的红语文化 妈妈就在今年2月25日把我带来了红语 荣幸地参加了第九届培训班 来到红语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清爽清静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说起现在 刚来到红语这里的环境与生活 我还不适应 这是我16年以来第一次面对 让我难以接受 在生活方面 因为没收手机哭泣不知多少次 对于无时无刻都拿着手机的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每周零花钱50块 对于这样花钱大手大脚的我来说 很煎熬 买东西都得算计着花 甚至买一个几块钱的零食 都得就结好几天买还是不买 在环境方面 因为食堂米粒菜汤都得吃得光溜溜 对于吃几口不好吃就扔掉的我来说 是一种痛苦 因为讲堂在高高的七楼 烦恼好多次 还抱怨有电梯为啥不用呢 对于不到100米就打出租车的我来说 是一场走也走不满的马拉松 随着在培训班一天一天的学习与管悟 这些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手机对我来说 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 在红于五个月的学习生活中 有这样一群人让我为之震撼 山人立下 每每在我们熟睡的梦中 则有那么一群阿姨在凌晨两点多起来 为我们准备早饭 牺牲了中午午睡休息的时间 去为我们准备午饭 我们起床后来上课 可阿姨们还在努力地工作着 几乎连上课的次数都没有几次 他们毫无怨言 起早贪婉地默默为大家付出着 我想这就是我不浪费粮食 把米粒菜当吃的光溜溜 最有动力的理由吧 我想这也是大家的心声 还有红于的素食 真的很健康 从我来到现在一共 胖了将近三十多斤了 感恩食堂的阿姨们 你们辛苦了 还有这样一群老奶奶们 他们单指着不欺验 又脏又累的垃圾工作 名字就叫最美清洁工 我们每天吃的水果皮 垃圾袋瓶子 都是经过这些奶奶手里 给垃圾分类的 我们吃的时候 是那么的开心嘻哈大笑 有没有想过 在红于垃圾站工作 年迈的老奶奶们 她们不嫌脏 不嫌累的 每天含辛茹苦地 为大家服务 可这些奶奶们 受益于红于 为了报答红于 而在这里服务 感恩垃圾站的奶奶们 你们辛苦了 回首周五个月的 培训班学习生活中 开心过 努力过 伤心过 拼搏过 同样我也不断地 进步着 改变着 接下来请大家 熟悉你们的小耳朵 认真聆听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从开始的分秒自拍 到现在的可以把握 分分秒秒的去食堂 客铁组去申施 从开始的不愿意 接受批评 到现在的渴望批评 从开始的什么活都不干 到现在的蹲下身 去擦厕所 从开始的时常与别人生烦恼 到现在的学会了 忍辱与包容 红语让我脱胎换骨 红语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红语可以改变人 可以塑造人 可以重新做人 我家人就我和妈妈 在学习红语文化 但通过我的一点一滴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起心动念的改变 爸爸也接受了红语文化 在家里也观看光碟 在上阶段 也也为了考验我 有没有变化 来待了二十多天 我顺利地通过了 爷爷的种种考验 现在我们一家人 几乎都开始 学习红语文化了 非常感恩红语 说起毕业 很感恩一直陪伴 我走过五个多月的 8302小伙伴们 以及全级老师 教官辅导员们 所有培训班学员们 很感恩我的妈妈 为了双方学习 效果会更好 给我培养得途 多次往返于红语 陪伴我 在红语的每天 都不停歇地去 身试干活 妈妈感恩你 最后感恩导员妈妈们 王妈妈 曾妈妈 于妈妈 感恩你们在我 犯错误时 批评我 感恩你们在我 遇到挫折与困难时 一直在鼓励着我 谢谢你们一直 为我们不断付出着 努力拼搏着 感恩你们 说起未来 在这五个多月的 培训班的离别 我相信这不是 学习的结束 而是一个人生崭新的开始 不知何时 才能再次相聚在一起学习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红语人 红语人是引领 世间人的榜样 红语人是引领 时代的先锋 红语就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 红语是我们 生命中的加油站 当我们累了 烦了 疲惫了 希望有时间 尝回家看看 在这毕业 重返校园 我会把红语的理念 与真理 运用到生活与学习中 别忘了 要想见证奇迹 来红语 岂不可思 师父再来 希望红语文化 传遍东半球 北半球 整个地球 南宇宙 北宇宙 整个宇宙 最后感恩 红语以及所有付出的人 感恩赵老师 温总 以及各位老师 教官辅导员 感恩大家的聆听 谢谢你们 伸出小手 数据小耳朵 聆听我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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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